炒猪肝切记不要直接下锅炒,今天教你一个诀窍,炒出来的猪肝不但鲜仁不老,而且好看又好吃,特别的下饭 首先把猪肝清洗一下,然后再把猪肝切成薄片,尽量切薄一点,方便快速炒熟,吃起来也会更滑嫩,口感更好 准备一盆清水,往里面加入半勺食盐,搅匀化开 然后把切好的猪肝放淡盐水中浸泡30分钟,淡盐水通过渗透作用,能有效吸浮滞留于肝组织中的毒性物质,尽可能去除猪肝中的污血和毒素 然后再准备一点姜蒜和青红椒,每天都在废禽旺食呕心力学的焦泽菜,能给个小红星鼓励一下吗,感谢大家的支持 接着再切点洋葱备用 好了,猪肝已经泡好了,我们看一下泡出了很多的脏东西 然后再反复的清洗,多换几次水,把它清洗干净 洗净之后控干水分 再加点白胡椒粉和料酒去腥 捉匀后再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玉米淀粉预测后糊化,能够锁住猪肝中的水分,吃起来更鲜嫩 然后抓拌均匀 起锅烧油倒入猪肝,把猪肝迅速滑散 变色之后出锅备用 再起锅烧油下入姜蒜炒香 再倒入洋葱和青红椒,稍微翻炒几下 然后倒入猪肝,翻炒均匀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爆炒酱,放一小包就可以了 用来做爆炒猪肝,爆炒牛肉,辣椒炒肉,回锅肉等很多菜都非常的好吃下饭 接着继续大火翻炒 翻匀炒熟即可出锅装盘 用这个方法炒出来的猪肝,非常的鲜的好吃,没有腥味 开胃又下饭,真的太好吃了 洗完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 谢谢大家